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赛后点评站 来到了大年出山这一天 我们同样是选了三匹马的这个情况 给大家做参考 不过当然在这之前我们时常说 对于小型马匹我们都是很担心 担心说小型马匹应该叫不出什么速度 但是我最近在看一个美国的平马界的出名的人讲过 小型马不是不能赢 要看你在什么的场合能赢 碰到什么对手 对 而且它本身千万千万不要独孤依偎在前面走 必须要有后劲才可以 对 我们之前早期的时候也是有一些马匹 步步高山 也是体型小小 后劲很强 都是后劲的 其人也是后上的 所以我们小型马的标准大概放440公斤以下的马匹 是 那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就有看到有一匹首次亮相的这个星马 在星期里早早已经传得好厉害了 哇 体型那么小 数据 432 吓了一跳 然后到了最后一场赛是奥特洛更吓了一跳 因为又在减了一个12公斤变成400公斤 但是这两匹小型马都给你打开眼界 就是它在适合的赛程 它没有锐利的前输 有后劲的话它们的威力就强 对 那首先在第二场赛事这一匹就是仲义你 真的在临场的时候捧成一面倒的大热门 大家早早的时候就已经传风声了 对啊 杀身震天啊 但是没帮 没所谓 它很有信心的赢 你看博其能 最后阶段看着里面那匹截好 根本都不怕你的啦 三两步就赶过你了 我们先来看看仲义你的走势 这匹432公斤的马匹捧成10块钱不到 它找断的时候就让这匹截好了前领 你先走 反正呢它就是属于后商行的 但是不能太慢啊 我所谓后商是你不能现在就是躲在这个 红色彩衣的那一匹 女王中王它也是小心嘛 这样后的话呢 你多强后劲都没有用 因为你本身的布那个宽度有限啊 那必须要像这匹中医女这样子 守在前领马匹的后面 等下最后一场赛事 如果你回去看最后一场赛事那一匹 奥特洛也是一样的 不能落后前领马匹三四个马位的啊 然后呢你才能发挥出你的后劲 到直升的时候呢 基本上 借好也没有跑错 早早就希望摆脱所有对手 但是你碰上一匹 实力比较好一点的小型马 人家看不起你就机会高 你看不起人家呢就好像是不行 你看薄奇能 没有说是很狼狼的啊 就是很有信心 看着你里面手推 然后呢 边是打下去 但是不是很狠的打 只是告诉马匹 你要往前走 因为太狠的话呢 会害了他以后的 好了来看看这个轴位系统 在前面领出来的就是已经有一次作战经验的接好 接好在领场的时候当然就是属于第二热门了 因为有这一匹呢 一面倒的大热门 终于你在镇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难免接好就比较相对的不受看好了 那这一匹终于你前蓝色彩衣的马匹 在外蓝的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已经压住这一匹接好来跑 而后面那些3344的马匹呢 最多就只能够增的这个位置而已 对前面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呢 可以算是毫无威胁的 那下来我们看看转路直层 那这边看的比较明显啦 两匹马在前面似乎成为了一种 单打独斗一场赛事 本来以为说 有一次作战经验的接好 会不会比这个首次亮相的 终于你更好呢 但是终于你虽然体型小小 斗星真的非常非常的强 他追这一匹接好 追了很长的一段路程 在最后阶段呢 就以更强的这个后劲 压倒了这匹接好 所以呢终于你 他也算是为这些小型马匹呢 争了一口气啊 对很难得的 通常一匹体型大 一匹体型小 小的那些压住体型大的马匹来跑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这匹体型小的马匹 他斗星是非常的强 是只是经过这场赛事之后呢 接好可能下一次再出来的时候 大家又对他有点担心了 还好一点吧 因为他还没有到上场 是至少还跑一个第二名 对啊对啊 下次如果他再跑不好的话 就可能开始要放弃他了 但是终于你呢 就小心一点了 因为他体型真的很小 重磅的话呢 你要不要那么重视他呢 我觉得呢还是保守一点啊 是54以下呢 你还可以勉强接受啊 或者往后他可能也是要往长一点点的赛程发展 这个就要一年后的事情了 因为他也要跑那个初级赛啊 或者是去第四级啊 都是要考虑那个驮重的影响 是他总是要先锻炼 然后但是总之他如果驮得重的话 就千万不要过分的热捧他 但是有这样的信心 第一场赛事捧场这样热的话呢 幕后对他的那个能力也不会怀疑的 是那当然还有一匹马呢 他在首战的时候也是一出即胜 而且赢得非常的这个轻松 结果今天他再次亮相 面对其他也是曾经一出即胜的马匹 他根本不怕对手 这场赛事一打开整个局面 五匹马赢过 我已经一匹一匹跟你分析了 最强的是那一匹 最比较弱的那一匹 结果就是这匹 柯林先生 我们来看看柯林先生的走势 那你看柯林先生呢 也是看得出他的那个骑士 非常有信心的骑节匹马 他在直程的时候呢 他的后径啊 大概200公尺呢 你就已经明白这匹马呢 没有马匹可以挡得住到后径 前一年呢 就是这笔资爱 然后呢 就是东山在一起 东山在一起这匹马呢 我们也是分析的很清楚 他本身的那个机性能力不高的 要不然他不会跑那个 两万块的那个赛事 但是呢 因为他赢了那一场赛事 这一场怎么都要试试吧 他在前面领 但是呢 你的能力高低 就这一场赛事 很明显看得出来 赤爱的问题呢 就是经常发现那些 撒转炒 炒转杀 那些年轻马匹呢 不会那么快好的 通常都要时间适应啊 所以赤爱呢 就没有上一场 撒滴那么凝利 但是你看柯林先生 躲在你们两匹前领马之后呢 大概拉到200公尺的时候呢 你看那个脚步啊 看马呢 就不是看怎么那个冲刺 看脚步里就知道了啊 非常有力的往前的 那一匹马呢 后进一定强的 先出头就是三身三四 在外面那匹 那个脚步是非常 很凶的啊 那个步很狂的 这些马匹呢 都后进很厉害 好了我们看看这个走位系统 只看到两匹黄色彩衣的 这个马匹在这场赛事 是斗得非常的激烈 一匹呢 就是比较中间的三身三四 比较多次的这个作战经验 另外一匹就是 外面冲上来的柯林先生 这个时候两匹马 就在前面斗了 其他那些第三名 第四名的这个马匹呢 就只能够望尘莫及了 看着这两匹马呢 是直奔这个凯旋门的 那当然略胜一筹的 就是这匹跑了两次 就两战两胜的柯林先生 看看转路这个直程的时候呢 东山再起是属于 一出即胜的马匹 旁边至爱也是一出即胜 但是这两匹马呢 他们本身都在这个沙地的赛程 是赢马的 今天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大考验 第一次跑这个草地赛事 所以反而呢 这匹柯林先生呢 他赢马的场合 就是在这个千二公尺的草地赛事 所以他在今天呢 有在更进一步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就击败了这匹三生三世 你看得出这些好马 其实的多数的做法就是 一变之后的不再打了 然后呢手退 最终的手退了 为什么呢 你叫这匹马以后 用什么讯号他往前 是 变只不过一个指示而已 很多人喜欢就是 灰边 测轮边 这个不是好的事情来的 是 我们说灰边 好像很像如雨下这样子 可是这种会对那个马匹 产生一段阴影 对它的动性会给你摧毁的 主要就是用手去推它 这最重要 跟小孩子一样的嘛 你拼命的打边 会越打越坏 三岁马匹 就是等于说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一样 是 不过当然我们都说 骑马骑马那个镇上人的发挥 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其实在最后一场赛事呢 我们其实要批评的不是马 对 为什么呢 我通常对骑士 我都有一点保留 因为人家也是人嘛 人家也是做 吃天行饭啊 这匹马本身之前已经有问题的 第一草地没有好过 对它的成绩都在沙地 第二长途没有好过 第三就是赛前一天又走去 走一圈 对 浪费体力 不过可能它会减肥啦 是 但是这三个缺点之后呢 它很捧成热 这个无所谓 可能还是能赢 如果处理得好的话 对 那世界场赛事呢 克希娜 它真的没有一样做对的 我们先看这个赛事才来说 才来批评克希娜 好了我们看看全能皇帝的走势 那它就是排在内南的 一出闸 睡觉了 人啊不是马 黄沙袖子那一匹 最后一匹出闸 这匹全能皇帝 从来都没有慢了这样子的 通常就是跟在中间 现在大概是特里多的位 第三四位内南位置差不多 现在距离前领的这匹 昌大人已经是七个马位 好这个也不重要 那你就忍了哈 你有耐心的忍 反正你也不是没后劲的 我记得它赢马有时候的后劲也是很强的 现在都没有错了第一个 就没有错第二个 一直守在这匹来历武者的旁边 躲在内南 因为你不能再 再多跑这个赛程嘛 因为你前面已经慢 你要预计你后面还有这个速度 赶回前面输掉的那个七八个马位哈 现在一直都是正确的 但是呢到了800 又再犯第二个错 为什么呢 急了 觉得哎 我能不能赶上前面的马匹呢 我不是后劲很强的 我是平均速度行的 但是你急不来的 因为你用了马匹就没有啊 你要知道马匹的油缸就是那么多油 用多就没有 现在800多还没有犯错哈 一到800我头都摇了啊你看 来历武者里面跟 你看到它上你就跟它上 跟它上可以跟屁股上的吗 你不要你第四点啊你数一数哈 昌大人 然后特力多再来就是这个来历武者 它躲到外面远远的第四叠转弯 不多了我算你这个弯一转你用算数一算一算多跑两个马位好了吧 前面输八个马位多跑两个马位 10个马位 现在在外面追外用一匹 转弯现在才平衡好 然后再追 这匹马没有后劲吗 不是的 有后劲的 追上来不错的 等一下你看看最后输多少哈 如果你把前面睡觉那个两个马位 转弯了两个马位 没有输掉 它怎么样啊 现在输 前领的特力多 一个马位不到啊 好了看看这个轴位系统 那基本上看到的就是这匹出闸慢的全能皇帝呢 是几乎垫后 但这个时候拉到大外篮的位置去冲刺 其实这场赛事呢 参赛马匹并不多 因为领场就退出了一匹只剩下七匹马的组合 所以你看到最后阶段呢 七匹马是没有落后太远的 都有一定的这个争胜机会 所以如果这匹全能皇帝在找断的时候 这个骑士没有犯太多错误的话 真的能有机会呢 是改写整个战机的 那直层你看到比较明显 人家全部都是在内篮在中间挤在一块 你一匹全能皇帝 在最外篮的这个位置去冲 就已经是浪费了很多的这个脚程了 那马匹其实在推测之下 它还有啊那个反应 所以最后冲上来 真的输了不到一个马位 跑一个第三名 哇 结果会让我们在临场的时候 是觉得已经很气了 然后是更加的气 你在这场赛事的赛事形式里要明白 你前面输了 无所谓七匹马你怕直层没有空位吗 对啊 你要那么快的那个第四跌转吗 所以这样子就输掉一条赛是很遗憾啊 很遗憾 因为最主要是它又跑进位置 输了还没关系 希望它有进步了以后 是 好啦 聊过了这三匹马的情况 来看看星期天的裁判报告 那裁判报告 另外还有一匹呢就是八场七号的昌大人 也是提铁脱落啊 我们来总结 星期天二月十八号三匹马的情况 二场十一号的中意你 体型虽小 斗星很大 七场一号的柯林先生 初类拔萃 前途光明 还有八场一号的全能皇帝 出闸 迟缓 中断加速 好啦 我们纵观这两天的这个赛事呢 就得到结论是 三岁马匹 有些时候不要再过分看高了 然后小型马又不要过分地低估 对 所以这两个就是 我们以前的那个观点呢 有一点改变啊 是 好啦 今天的赛后点评赞呢 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个星期呢 就只有一天的赛事 就会在大年初八的夜马赛 我们到时再会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